欢迎收看5月6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世界卫生组织周五宣布 结束新冠病毒的全球紧急状态 但也强调虽然紧急状态结束 部分地区的大流行仍在持续 像是近期东南亚和西亚的病例激增 每周仍有数千人死于新冠肺炎 而大马卫生部则将对这项最新宣布 做进一步讨论 同时也提醒人民 继续遵守防疫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周五在记者会上宣布 突发事件委员会4号召开第15次会议时 向他建议 结束新冠病毒全球紧急状态 谭德塞警告说 就在上周新冠肺炎仍然是每三分钟就夺走一条人命 而这只是我们所知道的死亡人数 他也说一旦新冠病毒再次让世界处于危险之中 他会毫不犹豫地重新召集专家重新评估情况 谭德塞指出 自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后 至少有2000万人死于该病毒 所幸历时三年多的全球抗疫行动 终于能宣布结束全球紧急状态 世卫是在2020年1月30号首次宣布 针对新冠病毒全球进入紧急状态 对于世卫结束新冠肺炎的全球紧急状态 卫生部长扎利哈今天在选区出席活动时说 我国会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 卫生部将做进一步讨论 但在任何宣布前 人民仍需遵守防疫措施 他也说 我国虽然面临新冠肺炎病例增加的情况 但是情况仍受控制 雪州蒲种日前发生了一宗猖狂的掠夺案 一名印尼女子过马路时 被一名守候已久的摩多掠夺匪盯上 并从后偷袭 抢走他的项链后迅速逃离现场 目前警方仍在追查匪徒的下落 据了解 这起掠夺事件是在本月3号下午1点06分 在雪州蒲种超级市场附近的一间经济饭档前发生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 受害者将车停好后下车 并过马路准备到对面商店时 身穿绿色外套的骑士突然停下摩多 等待受害者走过他面前时 突然发起攻势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后方抢走他的项链 导致受害者重重摔在路上 匪徒则立即骑摩多逃离现场 而在今天凌晨2点40分 在南北道道北上方向第259.9公里 也就是靠近通往波德森的收费站处 发生了一宗死亡车祸 一名摩多骑士在中间车道行驶途中失控翻覆 导致尾随的另六辆摩多闪避不及 上演连环状的意外 酿成一死六轻重伤 死者是19岁的摩多骑士 其他六名伤者年龄介于17至21岁 另一方面 吉隆坡移民局和国民登记局在今天凌晨2点 前往四眼末达南一带展开非法外劳逮捕行动 执法大队抵达时 非法外劳为了躲避移民局官员出尽招数 一些外劳纷纷躲在灌木丛门后及屋顶 其中一名印尼吉南紫禁人 从三公尺高的山坡跳下 索性只是右腿骨折 还有人试图装作昏倒以逃避被捕 最终共有97人在此次的行动中接受调查 当中有78名外劳被逮捕 下来带您看一则商业资讯 国会大厦今明两天举行开放日 这也是国会有史以来首次敞开门户让民众参观 让民众揭开国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神秘面纱 许多民众也趁着周末把握机会 纷纷前来国会了解民主殿堂的内观和操作模式 上了宝贵的一课 这项活动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在国会大厦展开 吸引各族人民到来参观 画面可见不少学生成群结伴到国会考察 也有家长带着孩子认识议会民主程序 包括现场模拟如何在选举中投票 开放日也设由来自各政府部门和机构单位的48个展览摊位 包括展示国会服装 道具和文物 让民众了解国会的历史文化 现场也备有手工艺品和彩绘摊位 以及各族的传统游戏 如马来波旗和蛇旗等 让孩童玩乐及参与亲子互动 更难得的是国会议会厅也开放参观 让人们可以亲自了解国会议员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景 许多民众都纷纷把握机会自拍打卡 享受短暂当一回YB的乐趣 镜头转向槟城 团结政府的全国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今天来到兵州站 活动今天早上在巴东浦马拉公益大学举行 吸引约18000名各族民众参与其胜 这也是继上周在击打后的第二站开放门户活动 许多人从早上9点开始 扶老邪又陆续来到会场 10点左右已经几乎全场爆满 各族民众除了可以享用美食佳肴 也能够一睹各重量级领袖的风采 包括首相安华 副首相阿莫扎西及兵州首长曹关友 都亲切与民众寒暄 现场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场面非常热闹 另一方面 一党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也在今年遗失击打州举办 形同和传结政府的昌明大马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打对台 多名中央领袖齐聚一堂欢庆开斋节 现场号称共有5万名民众勇约出席 击打一党总部的礼堂坐无虚席 有许多民众甚至无法进入礼堂内 受到非洲猪瘟影响 国内生猪价一路攀升 导致许多民众必须吃贵猪 但是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宏坚强调 市面上有足够的猪肉供应 除了新鲜的猪肉 民众也可以选购冷冻猪肉 陈宏坚今天询视猪肉商店后 在基础会上说 农粮部的作用是保障市面上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猪肉价格一事理应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负责 但他作为农粮部和内贸部唯一的非乌役副部长 在媒体追问下被迫回应此事 他还直言其实本身已经捞过戒 陈宏坚也说 尽管自己的首要任务理应是保护本地猪农 但在非常时期下 短期内也需要依靠进口稳定供应 他也希望猪肉价格由市场供需而定 否则如果硬性规定注入价格将出现供应减少的情况 因为如果要把整个课题带到去另外一个层次 严重的讨论这个硬性的规定这个价钱的时候 我们会可能面对像鸡蛋当初的问题 但你的今天你给不够快 然后你的那个生产的那个怎么讲 你生产商你当然因为你没生产利率 但你都可以的时候你不想做 所以他就最后导致检查 陈宏坚也披露 农粮部从今年4月起 已经陆续发放前朝政府所批准的约1100万令吉拨款 给因为非洲猪瘟而被迫销毁猪肢的猪农 他说受影响的马六甲猪农已经在4月获得赔偿金 宾城受影响的猪农名单则在审核中 本地历史学者4月初在南亚港旧柔佛河的下游丛林 发现了9个拥有百年历史价值的清朝墓碑 随后再发现港主时期遗留的华人神庙 透过镜头带您去走一趟考古之旅 大马历史学会委员兼 Johor Dieterbyn历史馆创办人法利和团队 即早前发现9个清朝墓碑后 接着于斋戒月又出发前往边加栏四弯岛靠近 善地和流域进行探索 希望寻找更多港主时代的历史文物 法利今天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他们在丛林里发现疑似港主时期遗留的华人神庙 但是经过无情岁月的摧残 神庙已经成断壁残垣 留下一面墙和一口水井 不过他说 该神庙位于善地河附近 他们持续向周围寻找 在神庙附近找到不少港主时期使用的陶瓷 用来烧干密的器具 以及洞穴等建筑物上掉落的雕刻装饰 他强调 这并非他们首次发现港主时期的文物 他们已经多次寻货出土的历史文物 并捐赠给博物馆 相信足有一辆客货车的容量之多 镜头转向槟城 东北县警方在劳动节当天 在和宁广场举办教育民众防范诈骗案的活动 来自东北县警区的NEPD乐队也在现场为民众演出 其中巫义警员凯鲁高唱Beyond的经典广东歌《海阔天空》 视频被放上网后获得网民纷纷点赞 大赞他的好歌喉 而凯鲁除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还谦虚指自己的广东话很差 国际消息 想要到印尼巴黎岛旅游 未来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了 基于游客人数激增 导致当地的交通流量增加污染严重 巴黎岛计划对外国游客实施限制措施 想要到巴黎岛旅游 未来可能需要提前一年申请 巴黎省省长瓦阳日前提出这项建议时表示 随着巴黎岛逐渐从新冠疫情中恢复 越来越多的游客出现违法 不尊重当地文化的行为 他对此深感不满 他直言 巴黎岛将不再欢迎大规模的游客 并将通过实施配额制度来限制游客人数 一旦实施限制措施 外国游客在计划访问巴黎岛之前一年 就需要报名登记 但他未说明这项措施何时开始落实 而在泰国巴黎岛 周三凌晨有三名中国游客在旅游期间 遭多名歹徒持枪入室抢劫 损失价值超过100万泰铢 也就是约13万令吉的财物 包括现金、手机、平板电脑、手表和金戒指 歹徒更用电线将两男一女的中国游客的手脚捆绑 其中一人更拔枪威吓 巴提亚警方表示 共有五名嫌犯涉案 其中两人已经被逮捕 另外三人仍在逃 同样在泰国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泰国反对党将在5月14号的大选中大获全胜 维泰党有望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 前进党党魁P塔则依旧是最热门的首相人选 民调显示 P塔以29.37%的支持率 领先为泰党的前首相达新幼女佩通坦的27.55% 镜头转向日本 石川县周五下午发生6.5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公里 造成至少12人受伤 其中一个人不幸罹难 还有三栋建筑物倒塌 导致两名民众受困 当局立刻派员前往现场搜救 日本企乡厅指出 地震原本是6.3级 随后当局上修至6.5级 日本海沿岸地区也出现海水未波动 但没有发生海啸的威胁 另外英国70年来第一场加冕典礼今天下午登场 74岁的查理斯三世加冕为王 仪式庄严肃穆且历史悠久 查理斯的第二任夫人卡米拉也同时加冕为王后 这是自1937年之后的第一场英国国王加冕礼 也是在伊丽莎白二世去年9月辞世后 对查理斯三世继承王位的宗教认证 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是在1953年举行 日本东京从4月27号至5月7号举办Dino Safari恐龙展 特别的是展览的恐龙模型都是使用一种被称为Dinotronics的机械装 无论是走路或是摆动头部的动作 都是由人类操作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 幸运的最后带您去现场一睹为快 也祝您有个美好的周末 我是志正 祝您晚安 再会 我等等你 你应该让我搁有空的感觉 我搁有空的感觉 中国人散播放 女士兰观众 你les生的风味 都是平衡的风味 是水宏的风味 周末 对 对 对 在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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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の角を持つ顔と言われているの 見て 子供のトリケラトプスの角と 大人のトリケラトプスの角 外の狭い 血のステーキ クリックオフェリ visions 精神ラマ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